least square solution 我们想说这是最小二乘解 什么是最小二乘解 我们假如说ax等于b 它没有solution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找我们的目的 就是找一个解 找一个什么样的解 找一个这样的一个vector 使得这个ax减上b 找这样的解 找这个解 什么样的解呢 那我们用英语的说法就是 使得这个minimize 使得这个ax减上b 就使得这个磨厂最短 也就是说找的找离b最近的ax 找离的b最近的ax 为什么我们那这里我们为什么又叫least square 因为这个是磨厂 这个磨厂通常我们是累计在开根号 那么我们在开根号 通常我们不是很喜欢因为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写成平方 那就不用开根号了 所以这样的解叫做最小二乘解 也就是说使得它磨厂的平方最小 所以在中文里面叫最小二乘解 least square solution 使得这个是那么使得ax减b这个磨厂最小 那这个是它的定义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通常情况下 那么我们可以从图形上来说 这个假如说这个是我们的column space 那如果ax等于b有解 也就是说b会表示成a的这个 它会在a的这个column space里面 那如果它没有解 也就是说b它不在这column space里面 那它肯定跟column space有点距离 那我们找的 找的这个最小的 最小的这个解释什么样呢 也就是说 找离它最近的这个东西 在column space里找这么一个 找这么一个 vector 使得这个vector在它这个 跟这个b的距离最小 那也就是说那么这个 这个项量就是我们的ax这个带截帽子 这个 这是我们最小二乘解 它的这个定义 当然说我们有一些解释 我们 书上也比较讲的比较清楚 那这里我们不再去详细解释 为什么 或者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找这个 它是怎么样解出来的 这里我们不再详细的讲 那 我们直接给出定义的结论 这两个这个结论是我们具体要 计算 我们聚散的时候 要用的 那么 也这个结论是说的是什么呢 它最小二乘解应该满足什么样的Function呢 最小二乘解的它的满足的Function 这是Ax等于B 它满足这样的Function 就是Ax等于Ax等于Ax等于B 前面是Ax等于B 它没有解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把A 前面再乘上A的它的transpose 就是它的转置 那么两边都是做成一个transpose 这那么去解这样的Function 这样解出来的Function 我们就叫做这个Function的解 叫做最小二乘解 那么也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如果AT乘上A乘出来以后 它是invertible的 就是说 它是可逆的 那么 就有这样的结论 就直接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最小二乘解 这个最小二乘解就可以写成 ata 它这个inverse 然后是atb 实际上也就是说 在前面我们这个Function里面 我们左乘一个ata的这个inverse 这就是最小二乘解 它的解法 那么关键的就是在于这两个定理 怎么样用这两个定理去解最小二乘解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立体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用定理一去解 当然定理二是定理一的一种特殊情况 那我们看如果A等于 11111 这是第一列 负1 0 1 2 这是第二列 而B 等于 0 1 2 2 那我们去找 最小 最小的二乘解 找Ax等于B的最小二乘解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个 这个方程 Ax等于B本身是没有解的 你可以check一下 我们可以试一试 A B 我们先可以解一下 看一看 这是1-1 0 1-0 1 1-1 2 1-2 2 我们把 第一行乘上负1加到第二行去 乘上负1加到第三行去 乘到乘上负1加到第四行去 乘上负1 那么这个变成3了 这还是2 很显然我们看到第二行跟第三 第二行跟第三行 是没办法相容的 如果写成方程组的情形 第二个方程跟第三个方程 是不相容的 我们 我们再把 第二行乘上负2加到第三行去 这就是变成0 乘上负3加到第四行去 那这就变成了负1 很显然这是没解的 所以这个AX等于B 是No Solution 那我们去看他的最小二乘解 我们就只有找他的最小二乘解 那么ATAX等于ATB 那我们去算一下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两个要看成一个整 要看成一个要弄成一个整体来计算 就是这一个算算看成一个整体 这一个看成一个整体 我们再用几方程组的方式来解 那我们先把它算出来 然后再利用我们这个几方程组的方式 那么ATA AT就是我们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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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0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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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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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4 4 4 6 4 6 6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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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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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一行乘乘这个就等于1加2加2等于5 这个乘乘这个是1加4也是等于5 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ATA和ATB都算出来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 ATA这个determinant 4624-4 所以是24-4等于20 它不等于0 所以ATA它是invertible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第二个结论来算 因为它是二阶的 所以它的inverse比较好算 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这里用第二个结论可以直接去计算 因为是二阶的它的inverse比较好算 那如果说是二阶以上三阶四阶五阶的这种 我们最好还是用这个roll reduction计算比较快一点 但是是二阶的话 我们用inverse算的方式就比较好计算 那我们去看它的这个inverse 因为是二阶的 我们可以直接计算 我们知道这是 因为我们知道啊 a b c d 它的inverse 就是等于ad-b c分之一 那这是d-b-c a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用 那么我们刚才算了它的这个determinant 是20 所以是二十分之一 就是ad-b c 那剩下的这是6-2-2和4 所以这是二十分之六 那么就是十分之三 负的十分之一 负的十分之一和十分之二 而x 我们刚才直接在那个定理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写 好 那么ata 那我这次负义 写在这 是十分之三 负的十分之一 负的十分之一和十分之二 也就是五分之一 那乘上atb 这就是五 那十分之三 三乘上五 十分之十五 减去十分之五 正好这个等于一 负的十分之五 和 就是负的二分之一 这是一 所以这是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的最小二乘解 最小二乘解 就是x这个戴截帽子的这个等于一和二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最小二乘解的解法 他算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定理这个最小二乘解的这两个 特别是定理一 它是来源于我们的 Orthogonal projection 就是正交图移 那个一 那一个定理 或者是正交分解定理 当然这个最小二乘解在实际上它在实际应用体中有很多应用 比如说统计里面的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方法我们也是用的最小二乘解 当然它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应用